沒有的 可是因為我們之前就是 因為大家在節目上錄影嘛 那大家也是就是來來去去的 其實並沒有真的坐下來 好好的聊一聊 現在坐下來了 其實妳 沒有啊 今天很開心可以出來 出來這個啊 就已經講很久都沒有 對不對 就是都沒有什麼 其實我身邊的人一直都很著急啦 就是甚至我有朋友 就是都一直鼓勵我 還有一些同業的朋友 可能就是說可能有妳的電話 他們也偷偷寫著小紙條 塞在我的衣服裡面 真的啊 妳就是有他電話啊 那妳幹嘛不約 不是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 妳到底在怕什麼啊 因為那個是別人偷偷給我們的嘛 那我如果打給他的話 好像有點唐突 他如果要妳的電話號碼 會大方的給他嗎 會給他 會給 可是會期待他打來嗎 會期待啊 希望可以去吃東西啊或是 這很明確喔 這不是糊弄耶 好吧 因為我也知道 妳大概錄了七十了嘛 對 小心 那不然就這樣好了 我把我的手機拿出來 然後他把電話號碼按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也可以做一個結尾了 因為我知道兩位也累了 對 看得出來我也在困 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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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妳很累了耶 對 困了 這真的 好不好 麻煩妳 他們下了重本錢送禮物 結果你一毛都沒有 帶一隻手機來就搞定 他剛剛去飯店了啦 他剛剛去飯店了啦 帶我的手機要去飯店 噴你的香水 才我送的內衣 輸入了嗎 有 現在馬上 正確 所以這是光明正大 對方給你的號碼 不是我們偷地給你的號碼 你會打嗎 有 有 有空我一定會打 一定會打 你會傳簡訊吧 會 會 我爸爸才不會 我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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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